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密消息 江泽民和俄罗斯签订条约 出卖了相当于100个台湾的土地 副标题为 新闻自由是天赋人权 背景是绿色长城 历史五分钟 此消息被海外网站广为转载 海外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 也于9月11日在第二版做了详细的报道 这一消息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观众朋友也许会问 江泽民真的出卖国土了吗 他与俄国到底签订了什么条约 内容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签订这些条约呢 好 观众朋友们 在这次的热门话题栏目中 就您关心的这些问题 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访一阶专家学者 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江泽民的确是签订了俄罗斯的边界条约 这个条约大概从1991年开始签起 签了东边边界 签西边边界 然后再签一个就是那个河流那个中间的那些岛仪 到底应该归水 还有那个航道到底应该归水 然后在1999年就最后签订了这个中国看分边界条约 就等于把以前那些原则性的有关边界条约这时候再具体化了 但是不单是这样子 到了去年 就是2001年7月 这个江泽民到莫斯科去 又跟那个俄国签订了中俄牧林友好合作条约 这个条约里面也最后肯定上述的那些边界条约 东北的土地我们大家都很有印象在有一个珍宝岛事件 那我想知道这个珍宝岛通过这个条约 这个岛也被苏联拿回去了吗 这个珍宝岛倒是要回来了 但是是这样子就是这次签订边界条约以后 就等于说是把以前苏联 俄国拿去的土地 等于承认了他们拿去了 但是在这次具体的划分边界的时候 又把一部分有正义的土地又划给俄国 可以说在有正义土地当中大部分都是给了俄国 就小部分我们才拿得回来 就比如说因为珍宝岛这个事件 因为1969年爆发过战争 所以大家的印象很深刻 好像这个是中国领土 如果说是划分当中给俄国拿去了 那等于是一个江泽民就是 这个卖国的形象就太明显了 所以江泽民就千方百计 一定要要求把这个珍宝岛发给到中国 但是所用的代价很大 那就把附近的另外大过珍宝岛150倍的土地 划给俄国来换回这个珍宝岛这块圣地 我看到一些报道说 中俄武林友好条约的签订 就等于失去了中国人民后代 要回这些失去土地的最后的一个权利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话讲的是对的 因为第一点这个中国从来不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 那就说明中国将来还是有机会把这个失去土地要回来 第二就是这个俄国实业社会主义革命 那是1917年 他们胜利了以后在1919年跟1920年 先后发表两次对华宣言 这个宣言里面就讲嘛 就是说撒谎俄国时候从中国掠夺去的土地 这样补偿的交回给中国 对列宁确实这样讲过 但是列宁的话没有兑现 因为什么列宁很快 他这个1924年好像他就去世了 那么斯大林接任 斯大林更是一个这个俄罗斯 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 不仅是共产主义 他也是民主主义者 他在这个方面是丝毫不让步的 而中国的话当时没有能力来从他获得 因为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很快是国共内战 然后又抗日战争 始终是很弱势的 而且都是想包括这个毛泽东 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希望从斯大林里获得援助的 确实在给予很大的支持 是中国这个建立中华人民国国的 能够使这个中国共产党获得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可能跟他去要着土地呢 而且斯大林本身又不愿意给你 但是毛泽东在这方面 还是相当坚持了这方面 他坚持这个 从来没有像斯大林说 这个土地我们再不要了 再不管了 一直想提出这个问题的 但是斯大林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不跟你谈这问题 因为你涉及到 你一直在有求于我 包括你这个 这50年代的这个抗美 所谓的抗美援朝 中国参加这个韩战 那也需要斯大林的这个物质和军事支持 在这方面都是要有求的人 你很难这个要这个 所以在就刚才我提的 开始谈到这个50年代签的一个 宗书这个友好条约 斯大林毛泽东签的时候 那这个土地问题基本就是回避了 所以这个回避本身也属于 毛泽东想坚持一个这个事情 我现在没有能力 没有实力跟你解决 有求你的更多 能交给以后 那等于也是这个回避本身 搁置本身也是一个 对这个问题是 不承认你这个 全部回归给俄国的合法性 所以这几个 现在江泽民这个签署 全部回归这个 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江泽民上台以后 跟俄国签订了这个辩解条约 而且甚至签订这个 所谓木林友好合作条约 就等于说承认这些东西 已经是合法的 给了俄国 那就等于说中国以后 已经没有任何理由 再去要回来 江泽民与普京签订的 中俄木林友好合作条约宣称 相互没有领土要求 中俄除了两个很小岛屿的主权 仍有争议外 其他全部的领土分歧 都得到了解决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研究所首任所长 严佳琪先生指出 中俄木林友好条约 就是最终肯定了 这个中俄之间的边界 就是放弃了中共 能够要回这些土地的权利 我并不是说这些土地 马上就可以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土地拿过来 但是这个权利不能轻易放弃 江泽民居然就放弃了 所以我刚到江泽民在处理 中国国土问题上 非常严重的 带中国人民算下了 不可饶恕的罪行 中俄木林友好合作条约 明文肯定了中俄边界的现状 并把97%的边界走向 当作中俄两国的正式国界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 三百多年来与俄国签订的 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正式承认了被俄国所侵占的 大约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为俄国所有 难怪严嘉琪先生发出感慨 中俄边界倒退三百年 那么历史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三百多年来中俄边界的历史 16世纪中叶以前 沙俄原是个欧洲国家 与中国本部接壤 后来沙俄不断扩张 侵占了广大的西伯利亚 才与中国边境相邻 从清朝顺治以来 沙俄就不断入侵中国的黑龙江流域 强占中国大片土地 1685年 康熙大帝派军包围俄军盘踞的雅克萨城 痛奸侵略军 沙俄政府请求停战 康熙28年即1689年 中俄双方经过历史14天的谈判 正式签署了中俄两国第一个边境条约 尼布楚条约 条约规定 中俄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治海 格尔碧齐河和俄尔古纳河为界 这就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 乌苏里江流域 包括库叶岛在内的广大土地 都是中国领土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 两国以尼布楚条约为平 相安无事 1840年鸦片战争后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时 沙皇俄国趁火打劫 迫使满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使中国的版图不断缩小 目前中国的版图大体上是按鸦片战争以来 中俄之间九个不平等条约划定的 1858年的中俄爱辉条约 俄国霸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 但条约规定 居住在江东六十四吨的中国人 照旧永远居住 仍有中国官员管辖 俄国不得侵犯 1900年4月24日 俄国公然违反条约 派17万大军将中国的江东六十四吨围住 对16万居民进行大屠杀 最后把剩下的男子集中在黑龙江边 用子弹逼入江中一一射杀或淹死 诺大的黑龙江为之染红 中国是个人均耕地面积 和自然资源占有量极度匮乏的国家 尤其到了现在 因为荒漠化和严重的水土流失 中华民族已退到了沿海一湖 沿江一线 因此 本属于中国的黑龙江对岸的肥沃土地 和原始森林 就成为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生存空间 和未来发展的希望 那么对于一个人和对一个民族来说 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生存 就是要吃饭 要喝水 要呼吸空气 那么当中国人的这个生存空间 由于自己人口的这种急剧的膨胀 然后呢 你的土地还是这么多 那么你的人均的生存空间 就是极大的缩小了 再加上近几十年以来 中国的这个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 所以等于是把这个中国的一半以上的土地 就等于是对于中国来说 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 你比如说 新疆的土地有90%多是荒漠 那是一块很大的一块国土 西藏是很高寒的山区 然后你像甘肃 宁夏这一代 都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 都是荒漠 你认真地算一下中国的土地 真正现在比较好的 就是比较符合人类的这种生存条件的 其实就是沿海 东北 还有中原的一部分地区 还有主要是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就这一代 这些土地都不能和江泽民 他卖掉的那些底相比 那么那块土地 那种土地就是说 我们过去东北人讲话 就是说那是拽一把都要 就是肥沃的拽一把都要流油的 而且这个黑龙江两岸 基本上是没有开发的 就是说将来如果有一天 中国这个就是说 这个人口压力太大 而这种就是说生态灾难 生态灾难达到一种 使这个国家可能崩溃的程度的话 那么就是说 如果有这么大一块 这个肥沃的土地和森林的话 那么中国人他是有一口 就传口 他有一个传口气的地方 我是黑龙江人 在黑龙江出生的 因为这个恰恰 那个俄国当年杀王城夺取的土地 都是在黑龙江以外 黑龙江边那一边那一侧 以及这个小先令 大先令那一侧 大边那个土地的 所以做黑龙江人 就比较更加好像 更对决的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看这个条约以后 签约了 我看到在美国报纸 读到以后 就特别的关心这个问题了 因为这个黑龙江 是相当中国很肥沃一片土地 你看一般的这个中国的歌曲 我的家在东北 从花江上 那里有土的大豆高粮 是很肥沃的一片土地 所以可以想到黑龙江那一侧 不仅土地的肥沃 包括矿山的等等 现在是俄国 为什么很重视 也是因为那里 这个能源 石油 尤其现在俄国是石油 出中国大国之一了 中国现在也想 从它来进口石油 所以那一带 西伯利亚那一带 是俄国现在 主要的石油柴油区 所以如果那些土地 是中国 到中国今天不见得 像今天这样 石油要靠进口 所以就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 相当是觉得是 这么大一个土地 就永远没有了 那确实还是一个 作为中国人 你觉得 谁都希望中国这个国家 能够强大 那个强大也包括 你土地的面积 今天美国为什么 全球唯一又超强 当然很多很多的 其他人 又一个 确实是土地面积大 你资源大 你地下资源多 包括今天的俄国 虽然变成15国家了 俄国现在 苏联变成15国家 俄国现在还是大国 它有1亿5000万人口 下面有那么大的资源 所以中国的话 你这么大一个土地 没有了 资源没有了 所以对你将来成为 这个世界上强国 这个经济的发展 当然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观众朋友们 通过专家学者们的介绍 以及我们对中俄边界历史的回顾 我们对江泽民与俄国签订条约 给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 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有了一定的认识 那么江泽民为什么要签订这些条约呢 在下次的透视中国节目中 专家学者将继续与您探讨 好观众朋友们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透视中国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